这是一条专属于中国人的景观大道 G318国道 从海平面直底世界最高峰角下 它东起上海 途径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西藏 抵达珠穆朗玛峰角下的涅拉木 全程长约5400余公里 其中最为精华的部分 当属四川到西藏段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川藏县 它东起成都西至拉萨 全长2200余公里 它从东至西跨越整个横断山区 这里也是我国海拔高差最大的地区 以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便指到这里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雪山、草原、冰川、雨林、峡谷 并且它恰好位于北尾三十度线上 更是为其加上了一副神秘的色彩 整个川藏县需要翻越13座高山 海拔最高点为5013米 全程跌宕起伏 其感受完全不亚于过山车 还需跨越诸多大江大河 比如大渡河、雅鲁江、金沙江、蓝沧江、陆江、雅鲁藏部江等 它的美就在于一路不重复的景致 却个个能让你心醉 现在我们开始出发 首先开启我们的第一段旅程 成都到康定 全程大约226公里 驱车赶往需要四个多小时 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成都 海拔512米 也是全线海拔最低的地方 时间充裕的话 在这里吃饱喝足再出发 紧接着我们抵达第二站 雨城雅鲁 这里是进入藏地的门户 海拔641米 从雅鲁开始我们便离开平原驶入山区 在地图上已经可以隐约眺望到远处的雪峰 我们继续向西行进 沿着山谷一路攀升 我们将要抵达入藏第一山二郎山 此山已开通隧道 无需翻山越岭 在其背后的雪山便是川西群峰 翻越二郎山 我们便进入大渡河的峡谷之中 这里的地质地貌已经截然不同 我们的旅程已经进入了横断山区 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大渡河畔的卢定 这里是我们先被战斗过的地方 撒起河面横跟着的便是大渡河的铁锁桥 离开卢定 我们继续前行 下一站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州府 康定 我们需要沿着大渡河 绕过眼前这座雪山 才能抵达康定 也算正式走入藏区 一首康定情歌名阳四海 跑马山溜溜城 这里海拔2395米 大家可以在这里进行修整 过了康定 我们继续前行 紧接着迎接我们的便是入藏第一座雪山 折多山 顺着山市盘旋而上 前方的骨口便是折多山的入口 从这里开始 我们要逐步添加衣服 康定与折多山的海拔相差2000余米 每升高100米下降0.6度 两地温差高达十几度 在高原一定要警防感冒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便是折多山的盘山公路 很多人会问进藏对车辆的要求 其实无需过分担忧 几乎所有正常车辆都可以走穿藏线 折多山的山路可谓是又长又弯 所以人们会打趣的说 康定没有情歌只有上坡 现在所看到的便是折多山崖口的地貌 遍布着大量古冰川遗留的堆积物 这里与成都海拔相差已近4000米 白雪矮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此处海拔4298米 我们再回头张望 你大概已经理解这座山为什么叫折多山 过了折多山我们便进入了康巴地区 我们将开启第二阶段的旅程 从折多山到新都桥 全长43.2公里 此段路程较为平缓 没有什么难度 进入康巴地区 当然要哼唱着康定情歌前行 随着河谷一路西去 每当夏季这里溪流蜿蜒草垫遍布 除了河谷便到了下一站 号称摄影师天堂的新都桥 海拔3600余米 每当秋季这里漫山遍野都是金黄 独特的山体构造出巧妙的光影 颇受摄影师喜爱 离开新都桥 我们继续开启下一阶段的旅程 从新都桥到礼塘 全程共195公里 去翻越三座高山一条大河 我们开始出发 过了新都桥便是高尔四山 此山已通隧道 但高尔四山的老路被称为云上观景台 海拔4412米 川西群峰在这里一览无余 紧接着便开始下山 我们将从高尔四山直抵雅鲁江畔 海拔急剧下降2000余米 现在所看到的便是雅鲁江畔的雅江 海拔2530米 是全程为数不多 低海拔休息补给点 过了雅江 我们又将继续上山 海拔将要再次抖升至4000多米 从上一个雅口到这里 短短100公里 你就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 我们顺着山势继续盘旋 现在我们将要来到 全程比较著名的景点 天路18弯 连续不断的发卡弯 看起来确实让人胆寒 简直就是康巴秋名山 过了18弯 我们继续前行 便抵达简直湾山压口 海拔4659米 过了简直湾山 迎接我们的将会是一大片天上草原 这里的山顶平坦 海拔极高 遍布着大量的草场和冷山林 这里便是卡兹拉山 海拔4429米 每当夏季 这里时长云雾缭绕 美景神似新疆伊犁 所以川藏县也是 集五湖四海之美景为一体 过了卡兹拉山 我们将要来到全县海拔最高的县城 被称为世界高城的礼堂 海拔4014米 地处礼堂草原之中 到了这里 对于已经有高原反应的游客 就不适宜久留 此地也是一个岔路口 游戏继续通往拉萨 到达我们下一站的竹巴龙 大约200余公里 向南可知道成雅丁 我们继续出发 过了礼堂越过一段平缓的山谷 一个完整且平坦的盆地出现在眼前 这里是毛亚大草原 每当夏季到来 草原相伴着花海出现 美不胜收 绝对是全城最美的草原之一 过了毛亚大草原 我们将要来到海子山 从礼堂到这里 平均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 十分容易高原反应 海子山海拔更是高达4685米 这里是青藏高原最大的古冰川遗迹 在此处虽然身体不适 但是视觉冲击力还是很强 在前方拐弯之后 更是会给你一个惊喜 两颗蓝宝石一样的湖泊 镶嵌在海子山脚下 这便是紫妹湖 这种峰回路转之后出现的美景 一定会让你毕生难忘 离开海子山 我们将再一次坐过山车 这一次我们将要来到的是金沙江畔 它是长江的上游 正是在这里千万年的冲刷 它才冲出青藏高原 东流入海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巴唐县 过了巴唐县 我们即将进入西藏境内 这里海拔较低 可以选择在这里食宿 往前不远便是竹巴龙乡附近的金沙江大桥 左侧为四川 右侧为西藏 过了金沙江大桥 我们将进行再一次爬升 又是一次冰火两重天的体验 先来看一下这一阶段的大致行程 从金沙江畔的竹巴龙 到蓝仓江畔的竹卡 全程105公里 过了金沙江大桥 首先你会迎接一个上山之前的热身运动 全程40公里的海通沟 曾经穿葬线上最烂的路 在雨季一路炮弹坑开得你怀疑人生 不过如今天见已变通途 过了海通沟 便到了西藏境内的第一座山 宗巴拉山 海拔4170米 翻越宗巴拉山 便到了芒康 这里也是川藏与滇藏的交汇点 海拔3869米 刚刚下山到达芒康 我们就要再一次进行爬升 这里是拉乌山 海拔4338米 看起来山势比较平缓 但紧接着我们又要急剧下降2000米 现在映如我们眼帘的是蓝沧江大峡谷 蓝沧江也就是东南亚湄公河的上游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位于蓝沧江谷底的竹卡 海拔2600米 过了竹卡 我们将进行下一段旅程 这一次我们将经过一座极高海拔的压口 也是全程最险路段之一 我们将从竹卡到左供 全程109.4公里 我们从竹卡开始出发 首先迎接我们的便是绝巴山 它可谓是川藏线上最险的路段 走过这里回忆起来还是会心惊胆战 此山虽然不高 海拔仅3911米 但是山体异常陡峭 公楼外侧便是万丈深渊 过了绝巴山压口 一段漫长的下坡又在等待着你 看着地图似乎就能闻到刹车片传来的意味 这次与以往不一样 还未下到山底又要继续上山 我们需要沿着眼前这个漫长的山谷 不断爬升 海拔只逼5000米 这里是东达山 全程仅有的两个5000米以上压口之一 并且除它之外 另一个压口已经通了隧道 在这里如果身体不适 一定要及时吸氧 不要长时间逗留 尽早通过 现在看到的便是东达山压口 海拔508米 虽然海拔很高 但景色也是绝美 尤其是在日落之时 过了东达山压口之后 顺着山市一路向下便到达左供县 左供海拔3750米 对于身体素质较差的人 并不适合在这里留宿 下一站我们将抵达燃乌湖 从左供到燃乌湖 全程294.9公里 仍将翻越两座高山一条大河 我们将顺着如图一样的河谷 首先到达中转站 邦达镇 邦达镇海拔4300米 在这里有邦达草原 您可以选择性地游玩 也可以选择继续上路 过了邦达不远 便是叶拉山 海拔4658米 紧接着我们要再一次 急剧下降2000多米 这一次我们将要到达的是 怒江之畔 这段路便是赫赫有名的 怒江72拐 从雪山之巅盘旋而下 一个又一个的只字形弯 对心理素质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现在映入眼帘的便是 怒江大峡谷 它也被称为中国的 科罗拉多大峡谷 刀小斧坯一般的山体 未为壮观 在峡谷行驶百余公里之后 我们将抵达下一个山口 安九拉山 我们把地图推进了来看 现在映入眼帘的便是 安九拉山 海拔4468米 虽为山但山体极为平缓 在下期遍布草场和湿地 过了安九拉山 便到了我们这一阶段的终点 燃乌湖 这里海拔3850米 也是丙茶茶与川藏县的交汇之处 燃乌湖也被誉为 天空滑下的最后一滴眼泪 水光山色的高原风情 着实让人流连忘返 在其背后还藏着一处宝藏 那便是来谷冰川 它是世界三大冰川之一 如果时间充裕 还是值得一看 离开燃乌湖 我们接着进行下一段旅程 这一次我们将从燃乌湖 抵达林芝 全程646.5公里 首先我们将通过如图一般的道路 抵达第一站 波密 你可曾想到 西藏竟有如此茂密的森林 波密屋于帕龙藏国江峡谷之中 这里山高谷深 海拔仅2720米 水气十分充沛 空气湿润 四周雪山环绕 冬季气温比绝大部分北方城市都要温暖 在雪山草原之中 它显得格外另类 草木茂盛 湖光山色 竟有一丝江南的韵味 离开波密 我们将抵达下一站 通麦 一个曾经被称作通麦天险的地方 海拔2081米 这里曾是亚洲最大的泥石流群 曾经的川藏县经常因为它而中断 不过如今已经天渐变通途 再往前行进 我们便抵达了一个颇居瑞士风情的小镇 这里是卢朗 海拔3700米 当你开车路过卢朗的湖边 一定会忍不住停下来玩味一番 除美景之外 还有一种美食 石锅鸡 有可能是吃虫草长大的鸡 过了卢朗 我们便到了下一个山口 瑟吉拉山口 海拔4728米 扭头回望几座7000米以上的雪山 出现在你的眼前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南加巴瓦 中国十大最美山峰之首 它就像一把刺破天际的长矛 离开瑟吉拉山口 一路盘旋而下 不远的路程之后便到达林芝 在山脚下有一个岔路口 向西继续抵达拉萨 向东可以到达雅鲁藏浦江大拐弯 也就是南加巴瓦峰的脚下 离开林芝 我们将通过高速直抵拉萨 经公布江达 穿越米拉山 莫竹公卡 全程391公里 它也被誉为全国最美的高速之一 宁阳河畔绝美的景色 也能未见一路封城 紧接着我们便来到旅途的终点站 拉萨 当布达拉宫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 一路的舟车劳顿似乎都会消散 为何说川藏县是中国最美公路 看完视频您应该已经略知一二 以下是一些近藏的注意事项 送给大家作为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